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的年菜要准备些什么呢 相信各位一定是非常的忙 那么讲了年菜的话 鸡鸭鱼肉四大昏 一定会在我们的除鸡业的年菜里头 大家准备好 可是讲这个鸭子 好像每一年大家都会准备 因为鸭肉就是大气 尤其是以法国来讲 他们也很喜欢吃鸭肉 而且鸭肉还是个名菜 鸭肉营养非常的好 可是咱们中国菜 不管是烤鸭也好 张茶鸭也好 虽然很大气 虽然很好吃 做起来其实是蛮困难的 那么在各位准备年菜的当晚 我跟朋友们就来介绍一下 这些菜是怎么做 同时如果说你想做 你可以做 之外不想做 您可以到这几家 做的很好的餐厅去品尝 哇 经过三个多小时 这个蒸之后 这个佛跳墙终于跳到我们的眼前来了 终于媳妇熬成佛了 好期待哦 在我们还没有长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先问一下 这个主人了 对不对 这餐店老板跟老板娘 大家很熟悉 这个老板他的面孔 非常的熟悉 律师 方孝伟律师 跟他的夫人方夫人 Ring 没想到你们两个 做这个餐厅 做的是这么的精精有味 对 因为我爱吃 你爱吃 通常都这样 还是说是 这个老板爱吃的 老板也爱吃 我也爱吃 可是我比他更爱吃 所以我就喜欢开个餐厅 想说自己 外面的东西 并不是那么的卫生 所以我想说 那我们自己的厨子 我可以跟他讲说 我要做什么做什么 他们就可以做 很好吃的餐厅 所以基本上 这个餐厅来讲 是你主要来管理了 对对对对 因为我想帮你吃 平常有很多业务 也很忙 那么忙里偷闲来尝尝 来监督一下 可是我相信 这个佛大肠应该是很好 因为以你们两位 对于这个食物的品味来讲 跟要求来说呢 而且我觉得佛大肠 其实很难做的一个东西 对 它非常难做 它做了六个小时以上 然后是一个layer 一个layer的放进去 对对对对对 你看 食材满满的 对对有十几种 这个食材在里头 对有十几种食材 以这个佛大肠来讲 我们知道它有个名字叫福寿泉 对没错 对有很多种很多种的说法 也就是香的 连佛都会跳墙 也听有说法 对不对 就太好吃了这样子 对 但是这个佛大肠本身它是哪一样的菜的 它应该是那个福州菜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就是因为清朝呢 那福州有个官员呢 他那就是想念课 然后就跟他的厨子讲 他厨子想了想 这老板要他这样子做 要想要做个很好的一道菜出来呢 他就想说把厨房里面最好最珍贵的东西 就摆在一个甕里面 就把它蒸出来了 才发觉说原来这个东西这么好吃 原来加在一起更美味 对 所以呢 可是这个只是 这是真正的这道菜的来源 可是呢还有传说 那传说呢就是 有一位皇帝也其实超爱吃的 然后呢 他这三针海味吃很多了 可是他就想说 什么好的新鲜东西再给他吃吃看 就跟他的御厨说 他的御厨呢 他说你要做出很好的三针海味 再给我吃吃 他说不然的话 你这上面的东西会不见了 然后他就想 白想说这下要告老回乡了 这下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想说好 把厨房里面所有的也是好的料 全部都放在一个簧里面就去蒸了 蒸出来以后 那个皇帝就说真的是美味 然后呢 听说那时候 他们那个有一个那个 他们可能是 朝廷里面是不是有些佛啊什么 在那边帮皇帝念经什么的 所以呢 就那个佛呢 就跳出那个围墙想说来 也来吃 也来吃 因为太香了 对 所以就变成佛跳墙 这真的确实是很香 我刚吃的这个味道 我就边吃感觉自己都像皇后皇帝 真的好 真的好 我觉得我像佛 我都要跳墙了 好好吃 因为我刚才特别吃到里头 刚才我们在厨房里看到了 朱师傅 他这些所有的材料 事实上事前呢 他都已经做过一些处理 可是一看颜色是红的 你们这会放酱油 放一些其他东西吗 他放了一些他的特别的调料 还是要放一些调料 对对对 然后呢 他呢还放了那个 他说是七年的什么花雕酒 然后呢还放 花雕酒七年的 七年的 对 八年的不能用 五年也没有这味道 对 然后呢他放一点点的冰糖 所以呢 这个这个是南方菜 所以南方菜呢 是会有一点点的甜 甜 然后呢这个甜 其实我们没有一点点冰糖以外 因为我们有放枣子 还有放芋头 红枣 还有自然的 就全部都是自然的 对对对对 我们刚刚也看到 确实啊这里都 对对 但是红枣应该也很好吃了 是是是 我刚才尝尝的红枣 对不对 而且炖这么久 红枣都不会破掉 是啊 因为它一层一层的 不同时间的放东西进去 就慢慢的一层一层的 去蒸出来的 所以那个层次很重要 对层次非常重要 你先来尝这个海参 我们知道是最后才放的 你看啊 你看完全没有烂掉 没有烂掉耶 我要你尝这个味道 而且整块还在 好Q哦 我不是想讲Q 我要讲你有什么味道 好入味哦 海参 有没有排骨味道 我跟你讲 它里面呢 有鹌鹑蛋的味道 又有排骨的味道 又有鲍鱼的味道 又有鲍鱼的味道 又有干肥的味道 什么东西都在里面了 广告一集吧 而且最主要是 它不会烂掉耶 好特别哦 对对对 确实因为我们也知道 因为整个闷的里头啊 对对 慢慢来蒸出来 真的所有的味道 一滴不漏的全都 融合的里面 对都吸在这里头来 包括这个是 你这个鲍鱼咧 这是鲍鱼啊 QQ的哦 每颗颗的 嗯 也有安全带的味道吗 嗯 各种味道真的都在这里头啊 这个周 你们这个周师傅 他是河南人我知道 对 但是 做四川菜 绿四川菜 可是呢就是 因为我们家先生 跟两个孩子呢 他们都很喜欢喝汤 嗯 然后我就请他把我包 各式各种汤 嗯 他最后做到已经没有汤 可以给我做了 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方太太 我可不可以做个黄跳墙 给你尝尝看 我心想 你怎么可能会做黄跳墙 没错 不太讲应该是南方菜嘛 对不对 你又是河南人 就做四川菜 你怎么可能 我想说好吧 随便让他做做看好了 打插一下 就是半信半疑 对对对 打插一下 我向我们观众朋友 一定会起疑 他们因为河南人 为了四川菜 我跟这个周师傅特别聊过 因为他本身呢 在国内 他原来是可以说 是个品尝大师了 这种等级的 已经导师级了 那后来他在四川长大 也学了很多四川菜 尤其川菜 现在全世界啊 都是 可以算是一个 世界通的世界菜 对 每个人都能够吃的 然后在洛杉矶 他二十几年 都在做四川菜餐厅 没错 所以他四川菜做的是 一级棒 真的 所以呢 他就做了啊 做了以后呢 我就尝了 我半信半疑 我尝了以后 我说还当真 真的蛮像我们 因为我从小 喜欢吃火跳墙 所以呢 我就知道 我就想这个味道真的很像 那唯一的一个地方 不一样就是 他放的是鸭子 台湾是放的是炸排骨 对对 后来呢 我就跟他说 你放了个炸排骨 试试看 果真呢 味道又更像了 所以呢 我们就研究了两三次以外 以后就做出来 我们这个很棒的 佛跳 那我们要更看一下 来尝尝这个排骨 对对对对 台湾以前有排骨酥嘛 对就是排骨酥的做法 炸过的 对 而且人家腌过才去炸的 这个 干嘛 我怎么这么不要急 它的味道有腌过 所以非常香 而且感觉也可以下 那个配饭 你看我已经高兴了 可以配饭的 它的味道好好喔 这道这个上海红烧肉你知道吗 以前是用什么来做的 以前最早就是纯粹的红烧肉 那然后 后来就是 提供生活改变 就加了一些墨鱼进去 墨鱼烧肉 对 那现在在流行 菌菇类的情况下呢 再加了菌菇进去 就新派的上海那种 红烧菜了 这已经是改良版了 是是 又是养生 又是养生 所以我就看儿力 海中世界第一部 你看现在用这个 叫做 墨鱼 茶树菇 墨鱼红烧肉 茶树菇 再加墨鱼啊 还有墨鱼啊 我们这个真正的墨鱼来的 真正的墨鱼啊 变成是那种海鲜大餐了 又有肉 又有树菇 又有墨鱼 这个茶树菇是什么 对啊 我好奇 茶树菇是一个菌类的东西 菌类 也是菌类啊 菌类 并不是一个树上的树根 对啊 是它的一个名称 是名称 对对对 跟茶叶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不是说它可以泡来喝吗 不可以 也不可以 像我们这种外行 是是 因为这个原因 你在吃什么 茶树 我一直想吃这个 我有点着急了 它 这是茶树吗 对对对茶树菇 它不太像菇耶 所以它不像 因为它是梗 它也是梗 它也是梗的耶 对 很有嚼劲 但是它的帽子比较软 它的根根就比较有嚼劲 对 但是因为它这个 精华都已经煮到这个肉里面了 肉里面去 但是它本身还是很有味道 哇 很有味道 因为我觉得里面最主要里面还有就是墨鱼 就是整个墨鱼的味道 提出它的鲜味 对 所以这个 刚才我吃这个茶树菇 就非常非常鲜 你看这汁 这汁很浓稠耶 这汁才拌饭 我拌饭了 我觉得上海菜真的很棒 每一个都可以拌饭 所以叫一道菜也可以 你看这个三层 那这个肉呢 也是我们比一半的餐厅的肉 是用的好很多 比一半的肉都要贵极吗 不然我们这个肉 为什么 我们这个肉是丹麦的 丹麦 对 因为很多餐厅的肉 都是用波兰和墨西哥 你讲国家呀 对 我们那个肉食用的特别好 哇 它吃起来 因为最主要是它的这个肥瘦鸡 你知道外面 你收集去买的一些红烧肉 有些太多 太多 或瘦肉太多 所以我刚刚就在看 它每个层次好像都有凉过的 哇 这该算是五花肉 有很多客人来我们这里点这个菜 吃了以后 你们这个肉食怎么会煮得那么好吃 有很多方面其实 原来是丹麦的都一样 真的 我们的材料是用得非常好 哇 所以我们餐馆是小了一点 但材料用得非常逼到的 小没有关系 食材好就好 对对对 我们的材料是用的 哇 主菜来了 是啊 这就是你们龙沙节的主菜 金牌龙虾 对对对 好大哦 对 香都不得了 这个这个这个是什么个潮法这个 对不起啊 我自己来吧 来吧来吧我也自己来 吃把费吧 我要挑一个好的地方 对 这个是整次吃 甚至是 不是姜葱我觉得啊 就是 对我们用香葱 用辣椒 还有黑胡椒 嗯 对各种香料 然后用米 我们秘书 用那个特制的那个酱汁来炒 酱料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龙虾只有这个口味吗 嗯 也有很多种 那有哪几种 这个是葱姜嘛 对不对 这个不是 这个是招牌 招牌 所以如果你们要来点的话 就是有招牌龙虾还有呢 还有避风糖 避风糖 椒盐 椒盐 姜葱 哇四种选择 对 怎样 你又说不出话来了是吧 我只想吃 我只想吃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早欢迎的 所谓招牌的话一定是最好 对对对对 通常招牌 现在我们卖这个龙虾卖得很好 对 那一般来讲这个跟那个 葱姜龙虾来讲 有什么区别 味道上面 主要是那味道 它有特别的 民俗做的那个酱汁 对那个酱汁 我觉得它的酱汁很棒 好棒 很有味道 整个很有味道 对 它跟避风糖比起来是普通的 它呢 避风糖比较干 对 避风糖比较干 避风糖比较干 对 对 首先这个味道整个进了肉里头 而且你就算手拿过 你都舍不得还要甜一点 对 因为那个酱汁只要是太好 太好吃了 就是 还要把鼻子都甜一点 不要浪费 而且我觉得咱们洞泉 其实很方便 海岗就很方便 所以你们这些每天都 进口最新鲜的这个龙虾 对对对 尤其在龙虾季节 我相信 我们华人真的很喜欢吃海鲜類 对 这个好机会 龙虾节来了 千万不要忘了 我给您推荐 他们这个招牌龙虾 金牌龙虾的味道 真的就是不一样 跟一般平常我们吃的 我刚才也问了他 问了Kenny 他也告诉我们 几个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这边肉很润 很嫩 而且味道很足 对 一吃就知道就是 所谓的生蒙海鲜 那一般来讲你选择 龙虾选的多大了呢 一般都是 四五磅以上的龙虾 几岁的 年纪轻人 轻的 而且你看身材这么好 对对对 男女有没有去别 对我们特意是请儿 用那个母的龙虾来做 哦还真的是有啊 女模特儿 对对对对 哇难怪 是 难怪男士特别喜欢吃 丁萨你做的餐厅做的多好久了 十几年我听说 我已经做了十八年在中国 在中国好 坐哪些餐厅 我一般做就是村饼啊 村饼古葡馆 那个时候就管村饼叫 村饼一绝的大字挂在外面 因为它已经是我 村饼已经是我最熟悉的 我所做的那个餐饮仪布 可以看得出来 可以看得出来 刚才做的时候 那熟悉的干皮啊 那个劲儿厉害的 对对对对对 很有劲儿 而且有秘方在里头 所以才会这么薄 而且待会据说吃起来非常非常好吃 咱们个吃用什么一般来讲 一般的话它煮金酱肉丝 因为金酱肉丝这个肉啊 也是我喂出来的 你家养猪啊 我是卖的 腌出来的 腌出来的 它那就是说的肉是很嫩的 很嫩啊 它用最上等的肉做出来的 我一般全买一个里脊 里脊肉 里脊肉是最好吃的 别的地方肉做不出来 都不好吃 像后丘啦 那肉就不行了 它有点屎 没有弹 这个就好 口感好 口感好 口感非常好 那这个是土豆酸 也是夹在这吗 也是夹在这里头的 夹在这里 所以看个人喜好咯 你要夹什么都夹什么咯 对呀 那一般来讲 嗆爆土豆酸 你这是 我这是 酸辣 糖醋 酸辣 醋溜 醋溜 你做好多种 看客人的要求和口味 还有酸辣土豆酸 愿意要 我们当然就要上酸辣土豆酸 对其实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你看你这个 金酱肉丝来讲 有这个酱 就像烤鸭里头 那个酱 对呀 就有味很足 然后这个酸辣的话 酸再加辣的话 更吃皮尾 包起来保证好吃 对 这个好厉害 你看皮那么薄 但是它不会破 你现在就要咬在那个头 咬在头 咬在头 咬头 最后吃到尾 就证明 你看特别是打腿的时候 那也是 有头有尾 平平安安必义年 打腿啊 打腿 所以说 必须要吃出面了 那是我们的习俗 好好喜欢的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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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住在你们家了 比较 比较 是我们家的强项 对 强项 而且皮好薄 可是 可以吃到那个皮的感觉 这皮真的是不一样 这皮不像我们一般外面买的 或者别的电影师 太厚 要么就是没味道 我觉得比较都有味道 有味道 真的 真的是有味道 因为是我醒出来的面 这里面还要加一点点的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 加点油啊 你说这个面粉里面要加油 要加点油 加一点点的盐啊 少加一点点的糖啊 反正很繁琐 为了好吃 就是很繁琐 嗯 很好喝 要醒24个小时的 这个就是呢 鼎鼎有名的薰鹅 一望 对 你以为是鸭子 我刚以为是张茶鸭 看起来很像 因为它长得一样 对颜色有点像啊 对 可是好像又不是炸的 可是特别的香耶 而且你看这摆设 而且我听说你的朋友好朋友 威廉曾经告诉你 这家的薰鹅最好吃的 对 他每次都边讲边流口水 那我们一定要赶紧来尝 是的 好 我们先来尝尝尝这个薰鹅啊 这是应该是台湾菜 对不对啊 这应该很道地的台菜的 嗯哼 那台菜最重要是代表的沾酱了 对 好 我们来尝尝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有点头痛 我通常老饕都是吃这一块 真的吗 那你老饕一下来 OK 哇 还活着 这一块应该用手抓的 对 其实吃这个要比较狂野一点才会够味 小涛就吃这个好 还得蘸一点酱料 啊 要蘸一点酱料哦 你听到没有 对 没有 真正的人 会吃的都要先吃原味 先吃原味 然后再蘸点酱料 再蘸酱料 好 我们听到旁边有专家在讲话 他已经忍不住了 我们故意不说的 对对对 就是鲤鱼榜的老板 但是叫小李 小李 小李 老板 小李哥 叫他小李哥他最高兴的 因为很亲切 对很亲切 为什么肉可以这么不需要 对 这个 腌料是我的一个 就是私房菜来的 所以 这李育坊私家菜呢 都是说 在它原有的基础上 加入了我这个做 做这一个行 是有三十年的这个经验在里面 这个腌料 我要提前 差不多要炒过 有那么十几种的那个药材在里面 嗯 再加上呢 这个 给这个鹅的本身呢 要给它揉搓 让它入味 要按摩 就像日本那个牛肉 要 massage 和牛一样 对 和牛一样要按摩 那要听音乐吗 那我要给他听听音乐 哦 他说你要听音乐 对对 新疆音乐还是国乐还是进不去 对对 还是国乐的好一点 是 是 是 应该是旁边这位美女边唱歌吧 边揉这样子 她唱歌啊 她唱歌还可以吧 这旁边这位呢 就是这个李育坊 他们的经理啊 June June啊 你这客人点这个菜怎么样 客人很喜欢这道菜 我们做这道菜的宗旨 不但因为它是一个地道的台湾菜 而且这个鹅肉啊 它是很健康的 它是很健康的这个 它是优质的那个蛋白质 所以呢 很多客人喜欢吃这个吃这个鹅肉 而且你看它没有很多那个油在上面 对 都是皮包肉 所以不会太油腻啊 对对对 所以客人非常喜欢这个这个鹅肉 可是呢它很大只 但是你看我们做出来很珠惜 我们已经把那个水分都已经锁在那个鹅肉里面了 啊 所以它没有很很干很柴的那种感觉 所以客人很喜欢吃我们这个鹅肉 所以这个是一只吗 这个只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一只 好大一只哦 是每个都要十七磅 要要对 至少要七磅以上 七磅 对 对对对对 你们的鹅是从哪来的呢 呃 是美国本地的鹅肉 是在美国这边有饲养场 是在那个北卡 北卡 对在北卡 在北卡那边有那个华人的那个鹅的饲养场 它每一年只杀一季 就是十一月份杀鹅 然后杀完了鹅以后 然后冷冻 冷冻过来然后到到加州 我们是从批发商那边去拿这个鹅肉 谢谢 哎呀一点都不感觉是冷冻的哦 对对对对 还是很Q弹 是的 我觉得肉非常非常新鲜 它这种鹅呢是那种 呃 就有点像那个乳鸽一样 乳鸽 但是一般的鸽子 就说这鹅好了 一般的鹅呢是比较肉比较老的 嗯嗯 所以不适合于呢说呃 做这种薰鹅或者是白切鹅肉 台湾还有一种白切鹅肉 对对对 那我今天没有 对没有展现出来给大家 就是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这家餐厅呢 那一定要我的出品要绝对的要百分百的让客人买 品质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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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薰鹅可以 但我的白切鹅肉呢一定让它是非常的juicy 吃到嘴里是很顿的 就是你客人如果说需要order的话呢 给我半天的时间我就可以做的 还是可以做白切鹅肉 还是可以做白切鹅肉 还是可以做白切鹅肉